北中日接狂一共接待二十械市民 反映問題主要是涉及防產和精力拆遷的問題 同時報答 鎮社一行人代表二山鎮 茶山山村一百十多戶居民泥反映問題 鎮社說他們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在茶山山村住 村裏有一半是工房一半是私房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私房的戶主已經全部繳納罰款式 有雙碗的防產性命 一個是二零雷巴黎 一家被取消派遣遍新的房地台公司 對村裏進行拆遷 由雨傘者等住戶獲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屋 一日陪上三十萬不合理去住貫遷 隨後嘉賓師對他們實行團水團電逼遷 當時學生日料毒性 沒有電就去別人拿水 黑漆漆拿著電腦 拿著兩桶水 經常習慣 一習慣就回家庫都燒了